大家好,我是何先生 這是我發生在小三小四的事情 但是整個故事的完整性是到了我大學的除夕夜 剛剛有提到,大家在飯桌上聊完才知道的 我先介紹我的爸爸,他是一位軍人 是一位北方人 個性很硬,而且他的體格很壯 那其實他非常討厭怪力亂神 他不信鬼,也不信神 他更不准我們在家裡提到這些相關的事情 那有一年我們打算搬家 那時我們還住在台北 有一天爸爸就帶著我們全家去到了台北某某街 松山區信義區那一帶的某某一個老公寓 我還記得那個公寓是進一個巷子之後 兩邊都是老舊公寓 我們走上去四樓 一個三十多坪三房兩廳一位的很正常的格局 那時候小朋友,我跟我哥跟我妹三個人一進去之後 哇,就開始在這個房間到處看啊 看了客廳,看了廁所,看了廚房,看了房間 第一個房間看完之後看第二間 怎麼第一間跟第二間的格局這麼像 再看第三間也一樣就很好奇 到了這要走出來之後 我們怎麼走回了第一個房間 然後這時候我們才發現不是房間很像 是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離開那一間房 我們也很有默契 沒有特別提到什麼事情 就悶著頭趕快想走出這間鬼打牆的房間 我們記得是在走廊最裡面的左邊那一間 可是怎麼走都走不出去 妹妹就先哭了 這時候大哥才講話 他說好了好了,我們不要走了 我們等爸爸媽媽來找我們 當他講完沒多久 我們三個人在那個詭異的房間裡面 待了差不多幾分鐘而已 就聽到媽媽在客廳大喊說 嘿,你們在哪裡? 我們才大吼尖叫的說我們在這裡 但很奇怪是在我們大吼尖叫完之後 我們就順利跑出這個房間了 而且這個房間離客廳其實才不到十步路的距離 根本沒有很遠 但是在那個過程 我們根本完全沒見到爸爸媽媽 也沒看到那個房仲先生 但是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爸爸非常討厭怪力亂神 所以我們三兄妹不敢跟爸爸講這件事 偏偏爸爸就很喜歡這一間 沒多久我們就一家子住進來 爸爸先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個燈這麼的不亮 他就把家裡的燈管燈泡全部喚醒過 但即便喚醒了 感覺燈照到那邊之後會被他吃掉一樣 有很多陰暗的角落存在 我個人也很討厭那間房子 如果今天家人都不在 只有我一個人的情況下 我寧可站在陽台一整天 等到媽媽回來 我都不想一個人待在房間裡面看電視 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我們三兄妹是住在最裡面那間房間 有一天妹妹也說 她覺得坐在這裡不舒服怎樣 她就落荒而逃跑掉 然後就跟媽媽睡 那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反正想說可能妹妹很黏媽媽之類的 一直到了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在大學的除夕夜的飯桌上 妹妹才說到 她當時睡在那間房間的時候 只要過了晚上九點 她就會變得很冷 她會冷到睡不著 所以她必須逼自己在九點以前 趕快睡著 但即便在九點以前睡著 她也很常做噩夢 所以逼不得已她才跑去跟媽媽睡 跟媽媽睡之後這個問題完全解決 而我跟我哥是沒有冷到睡不著 但是之後我們也各自找了一些理由 跟一些狀況 就跑去都躲到媽媽的房間睡 就是爸媽的主臥房睡 那因為爸爸長時間都在軍營裡面 所以那間房間就是一家四口氣在裡面 那當然床沒這麼大嘛 所以就是我媽跟我妹妹 然後我哥睡另外一邊 我自己是睡在靠近門的那個位子 打地鋪 那我睡的這個位子 其實我聽得到廚房的聲音 我也看得到廚房 我也看得到客廳 所以我好幾個晚上都會聽到說 廚房會有人在拿碗盤 拉櫃子 開冰箱這些 這些聲音 那一開始我都是覺得說 可能爸爸回來了 在吃宵夜什麼的 所以我就睡著就睡著了 但是第二天我就覺得不對啊 爸爸在軍營裡面根本沒回來啊 那這件事情困擾我很久 有一天晚上我就毛起來想說 好我就不睡覺了 我就拉著棉被盯著廚房看 看會看到什麼東西 但是那一個晚上的廚房非常安靜 那我就時不時的轉去看一下客廳 也沒有聲音 就在我打算放棄的時候 我臉是變得像客廳那邊 然後剛好那個角度看得到 沙發的那個靠手那裡 我清楚地看見有一個男人的手 就靠在那個靠手那邊 但那隻手不是爸爸的手 我也不知道那是誰的手 除了客廳跟我那個詭異的房間之外呢 我們三兄妹還會一起洗澡 不是一起在浴室洗澡 是一個人洗澡 一定會有兩個人在外面陪他 或者至少一個人 起因是因為有一天我在浴室洗澡的時候 浴室的門剛好對著就是那間鬼打牆的門 所以我們看了過去看到房間裡面 我常常洗澡就覺得 為什麼總是那個房間有人在看我 然後有一天我就洗一洗的時候 突然間轉身看過去 我清楚地看到有一個黑影 一個人應該是個男人 他站在床頭 他看到我之後呢 他跟我對眼之後轉身 就往這個房間最黑的地方慢慢走過去 就消失不見了 有一天我在睡覺時跟我哥聊到這件事情 我哥也嚇到說他也遇到這件事 他也覺得那房間有人 後來妹妹也說他自己也覺得是這樣 所以才演變成我們三兄妹會一起 就是洗澡陪同的習慣 那我們遇到了 我妹也遇到 我哥也遇到了 接下來就輪到媽媽了 其實在一住進來沒多久 媽媽的身體就變得非常的糟糕 他先把工作辭掉 在家裡做手工 因為真的沒辦法去上班 也常常腰痛到下不了床 甚至常常在房間的床上一躺就好幾天 他去看了醫生 醫生也是開一些陣痛解熱消炎藥 要他多休息壓力不要太大 等等的官方說法 根本沒有根治他的問題 那有一天媽媽在客廳裡面做手工的時候 坐一坐坐一坐 家裡的燈 應該是說客廳後面那盞燈 突然變成綠色 就像後面這個綠燈 綠光一樣 你說燈變暗或是關掉或是變黃 我們都可以理解 但變成綠色這就太可怕了吧 所以那時一變成綠色時 媽媽就馬上轉頭要看的時候 他就昏倒了 他一直昏倒到我們放學回來 在客廳裡叫他 他才醒來 那時候我們還以為他只是睡著而已 那事後我們有問媽媽說 媽媽你有看到什麼東西嗎 媽媽那時候是講說 當他一轉頭的時候 那再來出別日最新單元瘦身男女 讓你在都市重量中找到 不適合你的運動場所 來去Check in 頻道請鎖定瘦身男女 工商服務時間瘦身男女記得去 來去Check in 看我最新的節目 那至於媽媽轉頭看到什麼呢 他有說到當他一轉頭時 他就昏倒了 所以他什麼都沒看到 那一直這些狀況呢 全家人都遇到了 就剩爸爸沒遇到 但是因為爸爸長時間就是在軍營裡面 直到有一天他放假回來 睡在家裡時的晚上 這一次輪到爸爸 我剛剛有提到 我爸很壯很高大 他有一天晚上睡到一半 他想尿尿 他就下床走去廁所的方向 結果他就撞到一個人 正常來講 人都應該是被我爸撞開的 結果那一次是我爸 被他撞到往後退了一下 我爸說那時候撞到的時候 他覺得左胸口好像撞到牆壁 他打開眼睛一看 他清楚看到一個人 戴著灰色的鴨舌帽 穿著灰色格子的西裝外套 而且臉也是鐵灰色的 面無表情 沒有下半身 看著我爸爸 我爸撞到鬼之後呢 他假裝沒看見 上完廁所之後就回來 繼續讓我們一家人住在那間房子裡 你說他的脾氣牛不牛 後來到了很久之後呢 我們總算一家子搬離那裡 搬到台中去才離開那間房子 那我妹妹是後來到台北念書的時候 找朋友幹嘛的 他有一天到了舊家 他去問了一樓的鄰居 因為我們跟鄰居還算不錯 才閒聊起這件事情 那那個鄰居是在一開始最早就住進去的那戶人家 在這個房子還沒蓋好的時候 他就已經知道這邊了 他就講說在過去這邊是一片亂漲漲 很多的墓碑墓園 一座一座一座的 那我們住家的大門呢 有三座墓 後來是整個拆掉之後就直接蓋大樓 可是很怪喔 我們住在那麼多年的情況下 一二三樓只有我們四樓遇到鬼 一二三樓都沒遇到 一二三樓的住戶有拜地基主 只有四樓沒有拜地基主 惹入了好兄弟 沒有拜拜導致沒有門神守護 讓好兄弟進入房內 室內設計招音 例如房門是拱門 像墓碑一樣就是招音 有靈異體質 運勢差 身體差 這些原因是導致住在四樓的河家 看見好兄弟的靈異現象 好了我們非常謝謝楊登科老師的解析 除了可能沒拜地基主之外 房子的格局 室內的設計等等 都會影響巨嬰 或者是一些風水上面的問題 不論你是租房子或者是買房子 最好再住進去前請老師先看一下 畢竟你要在裡面待這麼久 如果不在意 那至少進去之後 拜個地基主 理多人不怪 理多鬼也不作怪 好了我是拓篇之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的影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